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民陣剛剛宣佈了 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的參加人數有80萬 當然不少有出席遊行的人都覺得 會不會這個數字是低估了呢? 但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民陣在估算遊行人數方面 向來都是比較保守的 沒辦法了 但今次的80萬人大遊行 就可以再次向特區政府和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展示出民情民意 就是五大訴求決一不可的堅持 是沒有因為區議會選舉過後 而是冷卻下來的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在遊行之前不少的評論都覺得 會不會市民投完區議會選舉之後 就覺得已經行使了公民權利 就已經不會再去出席這些遊行 或者參與抗爭 今天這一次80萬人大遊行 就證明了這種論調 是多餘和幾人優天的 老實說經過了過去的半年 政府的高壓統治 以及警察暴力下 這麼多的人命傷亡 這麼多人被捕 這麼多的慘案發生 市民怎麼會忘記得到呢? 所以今天繼續有這麼多人出來 就是對於這些論調最好的一個反駁 而且我覺得 一定要相信香港市民的決心和毅力 市民一而再再而三 展示出民意出來 就是要對於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達不到要求 可以說是不收貨的了 而且這次的遊行又再展示出 這次就是所謂和理非的場合 所以展示出和勇不分 很多人搞不清楚 其實和理非和勇武 是概念來的 不是代表一個人的 本身這個身份 其實都可以Be Water 為什麼呢? 一個人 比如說今天 他出席這些遊行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和理非 比如說他要參加抗爭的時候 他站在前線 他就是勇武 和理非和勇武 不應該是一個身份認同 反而他只是在這個運動當中 參與投入的激烈程度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所以你今次做到和勇不分 就是因為 今次講到明 就是一個和理非的場合 大家順著這個誓言走 至於特區政府和警察 這麼多個月以來 嘗試來迫使市民 要與暴力割席 愛比暴力強 他們經常講 就是要求市民 對於勇武的行為割席 但是失敗了 已經屢次這麼多的遊行 或者是示威集會 人數之多 已經向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 刮了一巴掌 至於第二件事 就是今次的遊行 也強化了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捆綁 因為我相信 在經歷過半年的政府公下統治 以及香港警察 行使暴力私營以後 絕大部分市民已經覺醒了 尤其今次也是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為什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真的要爭取真的雙普選 如果沒有真的雙普選的話 其他四項訴求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實踐 大家已經意識到這件事 就算今次林鄭跟你說 撤回了逃犯條例也好 難保下一任的陰點行政長官 他又會再推出這些送中條例 你如何防止他 就是用選票來防止他 阻止他這樣做 至於另外的訴求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警報 或者撤銷暴動的定義 或者釋放被捕的人士 如果不是有真的雙普選 基本上是沒辦法做得到的 所以大家已經意識到這件事 真雙普選 即是五大訴求 第五大訴求 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至於這個特區政府 他要怎樣回應 你是不是想推獨立檢討委員會 已經是無保於事 因為現在已經是超過五千人被捕 即是你現在還在做這些 完全沒有作用的功夫 來打算敷衍了事 市民當然不會收貨 另外想第三點分析一件事 到底香港特區政府 現在其實是低腳鴨的管治 比起2003年的老董更加不堪 到底他怎樣管治呢 現在可以說 他因為不回應五大訴求 其他四項訴求 這些運動是不會停止的 今次已經是又再打了一支強心針 80萬人出來遊行 即是已經選完了 投完了 依然是有這麼強的決心 展示了出來 即是在未來的聖誕和新年的假期 當中一定是會繼續的 這些運動 根本上是不能停下來 好了 特區政府其實怎樣回應呢 他不能回應 他只是傀儡政權 那中共大陸會怎樣回應呢 例如很多人說到底林鄭會不會下台呢 因為英國金融時報曾經爆料 他明年三月會下台 但我的看法是覺得林鄭不會下台 因為現在這個運動不去止息的話 如果這樣把林鄭撤換 叫他下台的話 將會給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些示威者 即是大陸會這樣認為 就是向這個示威者低頭 向這個暴力低頭 他們是會這樣來傳釋的 所以 就一定是不會下台的林鄭 只要這個運動繼續存在下台的時候 林鄭是不會下台的 他是不會作出任何樣報的 當時老董也是0371之後 隔了兩年才下台 你想想他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撤換林鄭呢 我相信是不會的 因為這件事他們是持有很緊的 至於 林鄭就不會下台了 明年就會繼續有立法會選舉 建制派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預期得到 他會進一步來和特區政府割席 去孤立林鄭政府 但他們又會厚顏無恥地 繼續在這個行政會議裡 有他們政黨的成員不會辭職的 大家就要警醒一下 不要聽了他們那些 垃圾言語、垃圾言論之後 就信以為真 就以為他們真的 嘩 變成了鞭策 這個特區政府 全部都是騙票 全部都是騙那些 淺黃、淺藍和中立 千萬不要相信 因為大家都會預期得到 他們要保住基本盤 要止血 所以一定會罵到他們七個一皮 而且大家必須要留意一件事 這些建制派的垃圾會議員 他們去批評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時候 是包括李家超大局長 但李大局長名義上 就是鄧炳強大署長的上司 但他們就是保住鄧炳強 狂踩李家超 這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說香港警察國家所謂譯造 這個狀態將會長期維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鄧炳強大陸見過三個人 一個就是公安部長 公安部長說什麼 就是說中央和公安部 永遠是香港警隊的堅強後盾 即是說是挺鄧的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他也是禮節性拜訪常見的人 最特別的就是中共政法委書記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鄧炳強回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他就流了一些風聲出來 他就說到這個黨 指出了對我們止暴制聯工作 會繼續支持 大家要注意他是說黨 即是中國共產黨 以往就算特區政府的官員 說到大陸怎樣支持他們 都只會說是中央政府 現在鄧炳強又告訴你 是黨 黨指出了支持他 這件事很重要 是繞過其他所有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 是黨指揮他 即是確立了一件事 就是黨指揮槍 所以我為何確定 一件事就是 這個警察國家的狀態是長短維持 就是這樣 就算我認為 新任的行政長官上台也好 就算林鄭下台也好 由於這個黨指揮槍確立了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再控制這個警權 亦都大家不用再幻想對於這個警察的權力 有任何制度上的制約 是沒有可能的了 所以就只能夠很多人去依靠外力 去制裁 亦都不用指意成立這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所以你看到鄧炳強的態度非常之強硬 對於所有針對警隊的獨立調查 獨立檢討也好 他也是不接受的 他也是不同意的 你可以對比一下 為那個李家超大局長 基本上他就在這裏好像閉腳鴨那樣 他對於警務處 有沒有一個很有效的控制 我們市民是看不到的 現在基本上 鄧炳強還可以直通北京那條線 還可以說是黨支持香港警察 不是支持保安局 不要搞錯 是不是 他以後說到一件事 昨天說 將會採取一種方法 就是剛柔並濟的策略 對於暴力那些行為絕不退讓 也不會容忍 但是對於一些年輕人的狀況 那些就會比較人性化來處理 其實就是再次來講 是要將和理非和勇武的行為分化 他講得很清晰 但是躺藥市民繼續來講 不割席不分化的話 不要重蹈2014年的覆設的話 其實他也是無計可施的 只要市民繼續和勇不分 繼續不聽他的文宣老點 不要說成功 起碼是避免走向失敗的一步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